这样的手段要把它封口 要把它传信 那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通通不敢爆料 我再强调一遍 你也许给军方说你会不放心 给救救没有问题 给三立电视台的爆料专线 绝对帮你保护 你放心 你就把三立电视台的这个爆料专线 我们出现现在一路上了 你 就打电话进来 我们绝对帮你保护 你的所有的人身安全 跟你的资料来源 等到第十二天 才听 你不能干嘛 不能关军总帅说的一句话 本案是一种管教师当的遗憾事件 所以这个舅舅要帮忙 因为他整天非常非常忙 那就在公布的过程当中 他接收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消息 这里头有太多太多的秘密证人 我本来 其实我觉得 当立委去希望跟国防部 去协商 我去保护这个秘密证人 我觉得非常讽刺 本来这是必要的动作 竟然要立委去协商 结果协商出来的结果 得到是一个不是很明确的 我本来其实 我是奉献宏家 是说 即使国防部 promise你们说 他们可以保护秘密证人 我觉得 你相信吗 如果军中 要二整一个人 合法的方法太多了 我们要听听的是 总统 国防部长 包括陆军司令 短短24小时当中 说了什么 我们要听听听看看 军队 觉得 不是黑道组织 不容 流氓 在昨天 我也特别在 加上国防部 应该 成立 专案小组 通谈 检讨 相关 制度 监视器 竟然无故 会消失 甚至即使是有监视器 非常 非常 关键性的画面 就是 红 中 冲 冤死 的过程 很显然 捐检 冲 你要他 公布 也很难 你要 第三 的司法 警察 来 介入 去调查 也很难 要必要的方式 去保护秘密证人 也很难 军方 为什么是这样子办案呢 我请教授救救救报告 我们怀疑现场 你所 看到的 是 仰 中秋 当时在 在操练的过程 当中 他所做的 一个求救跟军方 的 莫差 在哪里 是 那么现在 我真的非常 谢谢 前青民党立法行 陈正胜 大哥 跟人权的律师 蔡易蕁 他們現在就是在模擬 洪宙秋跟他的同僚 關節禁閉被操演的過程 來 九九你可以告訴我們 你怎麼還原 他們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我是班長 我是那個管理師 這個是仲秋 這個是另外一個兵 那現在開始做仲後起座 兩腳是這麼撐開 仲後起座開始 你們覺得這樣好壓嗎 你說班長就這樣壓他的腳 對 他是撐開喔 擋他壓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這次軍縱鬧解釋是擋他壓 我都踩不住了嘛 這是第一個 好 第二個 他到了一個 做到大概幾下以後 他會舉 求救 手 手再平一點 手 手 不是 往後倒 再平 對 這是第一次的求救 這個樣子 好 好 再過了幾秒鐘 以後第二次的求救 來 第二次的求救 舉手 他都在舉手 這是連續動作是不是 大概 不是 第一次是舉手 沒有人回答他嘛 沒有人理他嘛 第二次在舉手嘛 這是中秋當中天的狀況 那我現在就說 軍演單位在國防部的說實 是壓壓腳嘛 你看我這樣幫他壓壓 他們一直說 我都站不太住嘛 那能夠幫他多少 我自己個人合理 合理自己的懷疑啦 那一定是一個求救過程啦 因為在 在壓腳的過程之中 下次再做一組 二十五下 他命就沒了嘛 不是 求救是什麼 軍方的說法是說 他的舉手是要壓壓腳 是 對不對 對 軍方的說法是說 壓壓腳啦 嗯 嘿 嗯 那當天 當天 因為軍演單位 是有調那一個兵來 那個兵是說 他說他是需要壓壓腳 但是我就是他不在啦 誰幫他講 這是所以我們是家屬的合理懷疑啦 也確實是做了 那個舉手 反應無效 以後 在另外做一個二十五下 就倒了嘛 就沒有人就沒有了嘛 那 那是真的是 純粹的壓腳嘛 但是神六七越高 製作 出來的威士忌 就越 越 愁 难怪格兰捷的第六期 是全苏格兰最高的 格兰捷的单一迈亚维持续 杰作源自不必要的坚持 Let's go 众秋秋他在难过求救过程 他们默示的中间 他们自己已经 他们其实很清楚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有可能 然后他们已经在 注意这些小朋友 有没有咬耳朵 因为他们说讲话 他们都会很小声讲 那可能这个孩子 如果他比较重 他有说出一个什么 他就叫他说 他就叫他说 叫他不要胡说 不要胡说 所以我一直说 我一直都不敢开口 所以我希望说 如果真的是要有一个保护的 所以我当场 我在那边 我就把我的名片给小朋友 我24小时开机 你只要进闭室 出去有任何的那个 你就是24小时都给我 我马上到导藏 不管你在哪个 规见回哪个单位 其实在这里 我们会担心 事先 小朋友 有没有被恐吓 会削卸了 他们有没有说出什么 那其中小朋友 他有讲到的是说 其实 因为李念祖 他是才7月1号 才7月1号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管理室 然后李念祖 对他们还算不错 因为他才刚刚到 陈毅心是已经在那边 待了半年了 那我们整个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坏蛋 仲秋在脚抽筋也好 他在要求喝水也好 他在反映他体能不适也好 他都叫他原地 就是继续 就是继续 然后再用团体的压力 就是 趁在那边等你做完 就是这个人 李念祖在这里 我想 因为这一篇资料 我在录影之前 我也传给另外一个医生看 那他 帮我画了许许多多的重点 你看哦 这边有一段很关键 这是赵天林立法委员的办公室主任 跟这个 跟洪仲秋一起关在禁闭室的禁闭室 他跟他的对话的内容 带他 带他 这个助理 带他进洗澡的地方吗 他说对啊 他们好像走去那个方向 不知道走去那边干嘛 洪仲秋就跟他走过去 走过去 然后助理就问了 就是管理师带着洪仲秋走进洗澡间 不知道他们干嘛呢 也不知道 恐怕只去那边 不知道 他们去那边干嘛 后来呢 等于是你们休息时间 对对对 然后洪仲秋就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讲 他差三天就退伍了 他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 他是紧张讲话特别大声 这个是那个禁闭室讲 没有 他是讲话 因为他问他多 他是不是很大声跟管理师讲话 他说没有 他是紧张 讲话是特别大声 他不是对管理师不礼貌 然后呢 禁闭室说 我差三天就退伍了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他一直在帮他模拟 就是说 他从禁闭室走到洗澡的地方 这个禁闭室 我相信他是目睹了 为什么进去那个地方 然后进去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整个过程 对啊 就还1234大步跟着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 我没有亲眼看到 禁闭室 但有听到他说 小时候有气喘 然后我们就 灌洗完之后 走出禁闭室 就看到他 扶着餐桌在发抖 手和脚都在发抖 然后禁闭室 手脚都在发抖 他们那个时候呢 在找氧气钢瓶 因为我们在事情 还没有发生之前呢 冰筒啦 跟氧气气钢瓶 都放在禁闭室外面 这里头还揭发 我们看到他整个 几乎是 几乎让他 这就是无意识 而且呢 胡言乱语 到后来全身都不断的抽搐 他发生事情之后才搬进来 为什么那个时候才放进来呢 可能有长官要看吧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禁闭室说呢 我们吃饭前要唱歌打树 然后呢 我们就要下去唱歌之类 我们下去没多久 他就从椅子上摔 不知道是摔下来 还是掉下来 之后管理士就进来扶着他 一直叫他 一直叫他然后拿着枕头给他躺着 掉下去的时候呢 背靠着墙壁 然后自己滑下去 这样 还有更多的关键 来在这里 这禁闭室说的 他等于见证了整个过程 那时候他呢 躺在地板上前 我们就已经坐在餐桌前面了 然后他好像一直动 乱动 胡言乱语这个样子 他躺在那边抽搐 躺在那边抖 那他在胡言乱语的时候 都讲些什么 骂脏话 骂脏话 三字字经 我想 你如果被这样的恶者 到灵面的时候 任何一个阿兵哥 当然都是失控 失控到心里是 那种不爽 甚至命要跟你拼 我想当过兵的人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感 可以模拟一下吗 好 就开始骂脏话 很生气 然后骂脏话 可是呢 我想 这个多久时间呢 维持这样的骂脏话 骂多久呢 五到十分钟 这等于是把一个人 逼疯了 逼疯了 为什么舅舅都会 站在红了眼眶 自己的侄子 这是等于一个还原 透过这个禁闭一声 透过赵天宁的 办公室的一个助理 跟他接触之后 还原这个状况 来救救救 您看到的 其实老实讲 从监视器 恐怕没有看到 那么细的一个情节 对不对 是 就是看到 最早就看到他 那个 嘴巴张很大啦 没办法呼吸啦 我想他 那时候应该有点 应该都已经精神有点散乱了 他才会 三十斤啦 那时候我是听说他有骂三十斤啦 不然以他的平常是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他们的录影没有印 没有收链的 应该是这样讲 那个不是说他在逼疯的骂三十斤 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是意识已经不清了 因为倒下他就马上送到医院 然后到医院 他的激活红数 假如按照这个解剖 这个我们的法医高医师的一个讲法 激活是大概300 其实正常的人体的激活是大概0.003 所以他大概是300 大概增加一万倍 那假如死亡那天 我真的不晓得说 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那你假如说 还原那一天这个禁闭室其他的这个禁闭的人员爆料的这样来看的话 是 其实他在早上做福利挺身或养荒或起坐的时候 他的肌肉因为他恒温肌溶解嘛 其实他的肌肉已经受伤 大量的损伤造成他肌肉速度上升 他其实肌肉是没有力量再去做福利挺身 所以你假如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 早上又给予体能的训练 额外的动作体能训练 那你下午的时候 你又这个所谓达书又什么 什么利益症什么 等等这些 他其实那一天 我的判断是当那天到校的时候 他其实走到餐厅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体力不支的一种状态下 可能是要人扶着他进去的时候那种状态 所以他当时一倒下 然后这个手抖了下去了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呼吸 是因为肺水肿的一个人 因为他电解脂不平衡 他所有的血液里面的一些水的成分 他都跑到身体的第三座 玻璃会来 所以肺液很快嘛 还串烂嘛 因为肺脏里面都水嘛 水早的肺液会放在里面 所以走成肺液很快 然后血液交换也不好 然后氧气交换又不好的时候 他大概一下下就倒下来 然后送到这一个这个813 或者说其他医院急救的时候 送到这个天城医院 以及货送医院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DIC的一种状态 对 肺的那个时候肺要减重 没办法减重 那死亡率是非常高 我们常常在产科的病房里面 看到那种这个所谓的氧水酸塞 或者是其他这种疾病 其实发生DIC就会很困难 所以简单讲 洪仲秋是在当天 这个关心病 这那几天里面 这种慢性的 到7月13号这种加速的这种 这种体能的这个操练 造成他这个 他这条命救不回来 所以我觉得坦白说 这个是一个 我们觉得是非常残忍的 这种灵灭 这种灵灭 灭灭的这种 但是 那种人最重的 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但是 搞错 结果 那麽 吃